高雄无预警的停电让各行各业都提心吊胆 虽然可以设置不断电系统 但供应不稳终究不是进步城市的表征 市长陈其迈也要求台电要检讨 台电也拟出改善计划要加强电网韧性 我想台电真的是要检讨 在整个电网的稳定跟韧性都要加强 红外线热线下来它可以测怎样 我们的电缆它接头高温或者开弯 高温的一个状态它可以及时的一个预警 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设备来做一个侦测 那你可以及时防范 虽然高雄常停电 但高雄发的电却是可以南电北送 来高雄设厂的产业只要提出需求 通常都会核准 但人希望用电大户加强节电 甚至投入发展绿电等捷径能源 减少高雄的发电污染 也提高台湾电力的自给自足 我们都是高雄 我们都在这里安身立面 我们希望环境很好空气很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努力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损耗 因为过去有太多都是被损耗掉 那些如果能够节流下来 我想我们那个被载容量 可能会再往上多一点 就那个FS安全系数就会再高一点 它所用的电是来自于绿电 它就要买绿电凭证 它经过碳交易取得这样的用电 比如说它可能是太阳光电占了多少的比例 以后就是要100%的比例的意思 所以包括风力发电 包括太阳光电 包括水力发电 包括地热发电 或者是现在最新的轻能发电 都会是未来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有现在有这样这种行业 他们在辅导很多大厂商大用户 去做怎样 等于说电力的诊断 把他们的用电 做一个绝约设备 做一个有效的运用 事实上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而为了减少电力输送的耗损 以及发展绿电 储能设施也是电力供应中重要的一环 不过在高雄却发生民众不满 储能厂离住宅区太近 要求不得设置的抗疫事件 相关的电力设施该如何设置 还需要多方沟通协调 市府就认为说 那既然民怨是起 就不要这么做 往工业区走 或者是往比较郊区的地方去 那往工业区走的话 会比较单纯 是工业区的亏限比较完整 他马上申请重新跑一个流程 大家就可以做 那往郊区走 他就必须要重新 跟台电申请亏限拉去 有没有办法把定在输回来的问题 除了自己要决定怎么做 还有两个很重要 一个是复合领域专家的意见 到底万一那个真的烧起来 我们的消防局的动能 化学应变系统够不够 这一个 另外一个是多方当事人的意见 因为我们将心比心 如果我换成我住在那隔壁 你会不会害怕 高雄不能刮风下雨就停电 台湾也不能只依靠进口能源发电 在近零碳盘的目标下 不管是长远的发展绿电 还是近期就要改善的稳定供电 都是我们要享有便利和永续生活 必须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高雄报道